位于南投市银北里其中一段人行道年久失修 多处凹凸不平 在经当地银北里长陈勤后 日前县议员赖英雪 也要集行正任中部办公室执行长蔡培会团队 前来银北里会看 怕能够将人行道汇存的情况改善 保障行人的安全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银北里会看 那么在我们中办执行长蔡培会的一个积极努力争取之下 希望先看完这个工程到底概算有多少 我想银北社区我们的住户相当的密集 那么周边是我们都市计划内的一个范围 包括我们的人行道的一个问题也相当的危险 县议员赖英雪表示银北里社区住户相当密集 有很多民众在傍晚或早晨时 都会在人行道路上行走运动 也希望借由此次的会刊 能够将人行道凹凸不平挥顺的情况以并改善 也感谢银北里长对于地方建设的关心 所以希望说这一次的一个会刊 我们人行道路的一个铺设 都能够一并的一个改善跟解决 提升人民的一个生活品质 我想在地社区住户相当的一个密集 也能够透过这次的会刊表达地方的声音 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站里长 是我们在地的里长相当的一个积极跟努力 希望这次的争取能够得到 我们中央的一个经费的益助 尽快的来改善 银北里周遭住户相当密集 甚至在傍晚以及早晨时 都会有民众与人行道路上行走运动 在会刊过后 县议员赖耶雪除了感谢银北里长 对于地方的关心外 也期许 借由此次的会刊 能够争取到中央的经费 将人行道的问题进出改善 记者说明日蓝头采访报道